柯文哲主席 现在虽然落难 但是他对台湾民众党 所有党公职的要求 非常的明确 民众党长期抗战 党公职宣讲挺柯文哲清白 简连持续侦办侵华成案 找金流锁定大帐房 柯文哲进总前财务长李文宗 黄国昌话说的保守 却也没忘再喊话 我们真的对于他 可能涉案的情况 没有什么特殊的管道 可以做任何的掌握 因此我也不会去做过度的议策 那我们要呼吁的事情是 台北地检署 请你遵照法律依法侦办 柯文哲口中悟信的 50多年老同学李文宗 恐怕已经撕破脸 牵动柯文哲命运的 还包括前随户陈文忠 以证人身份遭约谈 陈文忠作为案件关键人之一 正是因为和柯文哲的关系 真的很紧密 对外他自称是你的秘书 在外面招摇撞骗 陈文忠在2021年 就被议员指指 服报交通费 加班费等等 还疑似在单人幕僚期间 打着市长秘书的名号 老国界 柯文哲之所以不敢 对陈文忠痛下毒手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陈文忠知道柯文哲 太多诗人秘密的行程 他们应该是要交叉的去比对 这个中间的行程当中 是不是有人说谎 当年被柯文哲调制大安分局 如今卷进司法争议 民众党秘书长也是柯市府 前社会局长周渝修 对他先暂许 就看这份老交情 是就柯文哲 还是让他更不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